先取两根杜邦线 用比较模块 两孔这端对接土壤检测模块 再取一根杜邦线 插在寄电器的爱恩孔 比较模块的迪欧孔上 然后取两根杜邦线 分别插在寄电器 比较模块的GND孔上 去掉另一端插头 与电池和黑线扭在一起 插入寄电器的公共端 此步骤注意先扭开螺丝 才能插入 扭紧螺丝即可固定 另外取两根杜邦线 分别插入寄电器 比较模块的VCC孔上 去掉另一端线头 和水泵红线 电池和红线扭在一起 用打火机加热热缩管固定 此步骤存在一定危险 请在大人的监督下 或者由大人帮忙完成 把水泵另一根线 插入寄电器的长臂NC孔上 线路即可完成 主体的拼接 首先将水管插入水泵 将水管依次穿过短管 弯管 三通两侧 短管 弯管 短管 拼接紧密 注意水泵这端水管长度 要与长管长度差不多 用长管拼接底座和三通底端 将底座用双面胶 粘连在木板中央 电池盒 继电器 比较模块 用双面胶固定在合适位置 多余线路用扎带固定 即可完成 使用饰瓶 用空杯模拟花盆 只需将水泵放入水杯中 花盆放在出水口 打开开关 设备就能自动运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